有些各位热情掌聲 這個掌聲呢 我們聚以來歡迎 剛在智慧課堂 進行不同反響的呈現 在這一刻呢 御想聽聽專家學者意見 我們期待已久 剛好呢 今天也是10月09號 我們是天長地久 天長地久的打造呢 也要歡迎 大家目光注視 來自於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與創系 我們的徐毅健徐教授 來做智慧課堂的一個評課 掌聲歡迎我們大師 徐毅健徐博士 掌聲歡迎 每位主持人 還有我們理事長 炮教授 吳教授 吳老師 我們在場的師長 貴賓 大家 早安 大家好 今天真的非常榮幸 能夠有機會 跟大家同居一堂 那也更榮幸 能夠早上到的時候 就看到佩玉老師 來進行這樣的一場教學 跟佩玉老師的這個 雖然是我們互相學習 應該從去年 開始我們 為了要參加這兩岸的智慧好課堂 就做了一些 一起背課 一起設計的這樣一個歷程 每一次上課 我都覺得 我也學習到很多 那我想今天 能夠有這個機會 再次看到 我想就在這個地方 我想不是所謂的評課 應該是一個觀課 一個新的分享 那就在這邊用很短的時間 來跟各位談一談 我剛才在這個課程之中的一些想法 首先我把剛才的這個課堂 我們就定調為所謂的智慧教學 那智慧教學 為什麼我下的標題叫做 我們看見的未來 它現在是發生的 但是我們期待 未來它在每一個地方發生 因為它對於我們的孩子 有非常非常實質的一個效果 怎麼說呢 我們要先從教育的目的來思考 這是我身為一個 從以前試院生 後來出來當老師 小學的老師 現在在私培大學任教 經常念之在之就是這 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我相信在座都是教育專家 各位也都有一些的想法 我認為教育的目的 我想用一首詩先來說一下 這是泰戈爾寫的 泰戈爾說 你看不清楚自己真實的樣子 你看見的只是你的影子 為什麼用這句話來談教育的目的 教育大概有兩個方向 我們引導孩子有兩個方向 第一個是對外 就看這個世界 認知這個世界 對於人事物等等 所有外在事物的理解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方向 也就是我們各種學科所建構出來 來幫孩子去拓展他的事物 有一個很重要的方向 但另外一個方向是想念 對於孩子怎麼樣去認識自己 理解自己 判見自己 所有美好的移民 所以在追求的過程之中 我們可能一直在想 我到底長得怎麼樣 我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我們看到了或許是影子 可是我們努力追求的是那真正的自我 因此教育的目的對我而言 就是為了要讓孩子能夠看見世界 以及理解自己 那今天的教學對我而言 我再次看到 因為這個課堂整個的設計 我並不陌生 可是我又再次的經驗 經驗的方向很多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 老師很成熟的教學 在所有的 不管是教學的流程 或者是相關的操作 跟孩子之間的互動 我相信這是一堂 非常非常完美的一個教學 那為什麼 那會讓我們覺得 有很多讓我們可以去思考 跟學習的地方 我從幾個地方來看 可能今天的標題叫做 Mission in Possible 但是我們知道 到最後是變成Possible 讓孩子有各種的可能 怎麼樣的可能 大家可以從今天的課題開始 它建構的一個英語的教學 我們其實並不會覺得 它是一個很石板的 在教英文的各種句型或者對話 因為整個情境告訴我們 其實要解決的是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孩子 如果有一天 你遇到有人問你 說這個路怎麼走 你有沒有自信心 你有沒有能力 來為他指路 代理他 有沒有 所以一開始 我們可以看到 佩玉老師就用這個統計 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孩子怎麼樣 其實並沒有那麼有信心的 有一些有 但是有一部分是沒有 當然我們可以看到到最後 看到第一個 有信心的 這個Compidance 增加了很多很多 雖然有些孩子可能還在猶豫 但是我相信它已經在改變 所以讓一堂好的課程 就是讓孩子在每一次的學習 每一堂 每一節課 每一次的40分鐘 他都能夠得到一些些的改變 那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整個的教學設計 對我而言 它是一個非常漂亮的 所謂的素養導向的教學設計 那當然現在在談素養導向 有非常非常多種的論述的方式 就我而言 我覺得這兩件事情 是我非常關心的 第一個 在教學過程中 是不是能夠融入生活的情境 如果我們的教學 跟孩子的生活沒有關係 我相信離開了教室 它又是回到 它可能一個很陌生的地方 因此我們要讓課堂集生活 在教室裡面 它所學的 所應用的 所有的一切 從課堂走出去以後 它可以應用至於 所以生活的情境非常重要 其次 我們學任何的學科知識 都是為了讓我們能夠面對 未知的未來 未知的未來會有很多的問題 會有很多的困難 需要解決 因此在過程中 整個課堂設計了一些問題的解決 讓孩子能夠從簡單的問題解決 中的到後面 越來越來越難 最後還可以直接來掩飾他自己所學的這些 來呈現說 我怎麼去幫助別人引路 因此 生活情境跟問題解決 這兩個 是我認為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的核心 我們看到今天佩玉老師的整個英文教學的設計 已經是完全達到了這樣的目標了 那我們可以回顧這堂課剛開始的時候 為了要讓孩子 因為畢竟孩子在上面是非常緊張的 要讓他建立信心 所以老師用非常有親和力的這些各種的互動的方式 讓孩子開始建立信心 然後開始走入他的生活 一旦介入了生活中 我們經常會遇到一些失誤 孩子的一些緊張的心情 或者他學習的這個心態 就會跟平常是一樣的 就是他會覺得 現在其實是在討論我生活中的一些失誤 所以從課堂在把學科導入了生活之後 我們就開始佈置了一項一項的任務 那在這佈置的任務 我們可以看到 佩玉老師的設計是有程式性的 先從最簡單的可能是單字句子 到整個對話的呈現 甚至問題來了 這一個外空的寶寶來了 他迷路了 他想要吃東西 他受傷了等等 各種的情況 你怎麼幫他解決 所以有了這些不同的任務 再加上非常巧妙的運用的合作學習 讓孩子能夠分足討論 他們熱烈討論過程中 彼此分享自己的所知 自己的所想 因此在這樣的一個任務導向 跟合作學習的一個建構底下 我們看到這一堂課是非常活潑 而且每個孩子都充分的投入學習之中 因此我認為建構一個智慧的教室 在智慧教學的這一個過程之中 我們其實是可以看見孩子的理解 為什麼我覺得看見孩子的理解特別重要 因為在課堂裡面一個老師對三四十個孩子 甚至五六十個孩子 我們其實念之在之一直在思考就是 我想要知道你們到底在想什麼 你們懂得多少有什麼不理解 可是在課堂時間不斷的流逝 我們事實上很難透過一些 就是很即時性的在一些傳統教室 只是沒有辦法即時會了解說 我的孩子在想什麼 今天我們看到佩玉老師善用IRS 善用平板推送回來 善用各種的選擇 可以看見孩子現在大家的想法之聲 這也是我記得之前 吳老師曾經說過 要不放棄任何一個孩子 所以在課堂裡面 我們沒有放棄任何一個孩子 我們關注到每一個的學習 我們希望看到每一個人的理解 無論他是理解或不理解 還是一直半解 我都要清楚的掌握 因此在這樣的一個課堂裡面 我們透過了一些現代化的教學的科技 我們可以去即時的檢核 讓他的學習能夠立刻去展現 我常在思考 近幾年台灣一直非常著重 所謂的古舊教學 那我也常跟我們的老師說 為什麼我們到很晚很晚 很久以後才會知道這孩子落後 我們沒有辦法在教學的同時 甚至立即當下 就可以知道這孩子已經需要補救了 是因為我們沒有一些工具可以幫助我們 所以我們要等到月考結束 我們要等到期末算出來 才知道你是後面的百分之多少 再來再去拉吧 這時候馬拉松人家已經快要跑到終點了 我們才準備要起爬 所以為什麼需要即時的檢核 讓學習展現 不管他展現的是成熟的還是半生不熟的 還是不理解 我們都要立刻掌握 當我掌握我就可以立刻去幫助他 何必等到古舊教學 我們就隨時拉給他上來 因此在整個智慧教學 所以我大致上可以把它揮納成三塊 首先第一個 它的教學設計必須是屬於素養導向 素養是現在在談我們人在生活中 能夠將知識 能力 態度很全面的 合宜的在生活中展現的一種方式 所以素養導向的一個教學設計 裡面必須要有孩子的生活 跟孩子息息相關的相關的這些 知識跟能力的一個搭配跟組合 其次我們也注意到人際關係 其實是一個孩子們 尤其像今天是中學生的孩子 他們會非常非常在意的 怎麼樣跟人相處 怎麼樣去了解自己 所以透過了合作學習的一些設置 再加上有一些PET等等 可以讓他們很快速地去做一些討論 而且很精準地把一些內容給呈現出來 就讓合作學習來促進孩子的學習的效果 那當然更重要後面有好幾隻幕後的手 就是教育科技 教學科技 這些教學科技其實在課堂裡面 我一直不會認為它是主角 因為主角是我們的孩子 其次是引導著我們的老師 但是這所有的工具跟武器 有一些好的工具 有很多的這些好的助手 這些教學科技 事實上可以讓我們的教學更有效率 讓我們的學習也能夠即時地被指導 因此我覺得今天佩玉老師的整個教學 其實當然已經體現了這三塊 然後把智慧教學做一個非常非常好的一個詮釋 最後我想跟各位分享 還是泰哥爾詩 我從天空飛過沒有留下翅膀的痕跡 但我已經飛過 為什麼這一首短短的詩對我而言也是有同樣的意義 我們在每一次的學習過程中 可能在過去一堂課結束 終生一想 我都用一個比較好玩的話 是說只要終生一想 學生們是魂飛魄散 所有的心思都不見了 他剛才學什麼 大概也都 他可能只在他手中的那顆籃球 籃球場可能能先跑到第一個位置 如果我們的學習 每次在這個課堂結束就沒有了 那實在是太可惜了 我們應該要讓每一次的學習 像這樣已經飛過了 而且讓孩子很確認的知道 我已經飛過 我學過了什麼 他曾經留下的點點滴滴 都在心裡 而不是不見 不是只是 只是被迫 而且沒有留下任何的痕跡 那這樣老師的辛苦 所有 學校校長等等的努力 其實都沒有什麼意義 因此我們要怎麼樣讓孩子的學習 不僅在實質的可能各種數據等等 留下的這些主機 更重要是讓孩子 他可以自己去看見自己 最後我認為一堂好的教學 如同今天佩育老師的這個呈現 他讓我們得到這些 至少我個人得到這些的啟發 我可以看到孩子在這過程中 他擁有了信心 他能夠去掌握相關的知能 回到這生活 更重要是他能夠去面對 未知的未來 更有信心 謝謝大家 謝謝 非常謝謝 非常謝謝徐儀健教授 誦明在借用大家雙手 給我們徐儀健教授的熱誠掌 謝謝 那泰克的詩也留給我們很多 我們要寢視的空間 我們不僅要讓孩子像那個兒 我們小鳥展示飛翔 他飛過海外的痕跡 所以我們展示的教育 他有無限的可能性 可是今天在我們的 公開的展示課裡面 各位可以發現 我們把很多的不可能化為可能 謝謝